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女孩才上初中却因为一首歌被时下最红的女歌手相中 女孩高兴极了,以为即将迈入娱乐圈成为新一代巨星 却不料这趟梦想旅途困难重重 她叫沐河,是个热爱唱歌的女孩 某天沐河在学校抓狂似的向同学借手机 她被抽中连线某当电台节目 即将和当下流行音乐界的女神对话 不巧的是,节目即将开始 沐河的手机却忽然没电 为了顺利连线,沐河需要给手机换上电池 而全班只有一个叫机号的男同学和他是同款手机 沐河向机号借电池 机号却坐地起家张口要钱 沐河干脆摊坐在地上连连抱怨自己的不掌心 机号见状一时心软便将电池借给沐河 还好赶上了,沐河顺利接到了电台的电话 对方是他最崇拜的音乐女神 听到偶像的声音,沐河一时没忍住哭得稀里哗啦 机号却将手机收回,电池拔出 沐河又一次抓狂 照计划他还得在手机里和偶像合唱 沐河相信偶像一定会被自己的歌声打动 到时候他就能成为新一届的流行音乐女王 计划虽然被机号打乱 但沐河不会轻言放弃 偶像所属的娱乐公司正开展新人歌手甄选活动 沐河打算拍摄音乐录像带保命参选 问题是选拔唯一一个有相机的又是机号 为了梦想,沐河付了钱给机号 让他全权负责自己的录像带拍摄 机号随了答应拍摄 但并没有将沐河夸夸其谈的梦想放在心上 直到女孩开口唱歌的那一瞬间 沐河的歌声充满张力,宛如天籁 就连机号一忍不住沉醉其中 录像带拍摄得很顺利 机号连夜完成了剪辑 打算刺热将成品交给沐河 然而第二天,沐河却没来学校 机号很担心,放学后便赶去沐河家中 但在沐河家门口 机号看到的却是女孩和其父亲被警方围绕的画面 原来沐河表面阳光开朗 她来自单亲家庭,父亲对她并不好 这天晚上,任无可忍的沐河终于报了警 然而眼下,父亲在警方面前百般狡辩 更不巧的是警方中的艺人,便是机号的父亲 与沐河一样,机号也常年遭到磕待 为了逃离这样的父亲,机号才努力赚钱 面对和自己儿子一样的女孩 机号父亲毫无怜悯 成沐河是患了中二病,还装目作样的让女孩与父亲互相拥抱和解 面对这样的结果,年少的沐河只能死死攥着裙摆 违心地和父亲说了道歉的话 看到此情此景,机号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夜里,她来找沐河,并带来了存有录像带的优盘 但这次沐河只是轻声道谢,却并未收下右盘 此刻电视节目上,偶像正在热情歌唱 沐河看似漫不经心地告诉机号 偶像也来自这座小岛 她好想和偶像一样离开这里 然后在梦想的舞台上自由绽放 沐河的话令机号无法忘怀 深夜,她偷偷将录像带发送到了甄选网站上 并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果然自然,娱乐公司的人打来电话 偶像亲自担任评委 并从无数报名者中选中了沐河 可当机号将手机递给沐河后 沐河却向对方谎称 自己对参选已经不感兴趣 机号感到不紧 要知道去手尔见到偶像 然后登上舞台 是沐河一直以来的梦想 沐河却轻飘飘地告诉机号 现在她不想再继续执着 觉得自己该懂事一点 留在父亲身边 老是让沐河收集全班的志工申请卡 沐河照做 同学们却只顾着玩闹 没人理睬她 忽然间沐河大吼着 随后哭了出来 同学们不理解 觉得这点小事 似乎不时地哭 机号却懂沐河的眼泪 沐河想在偶像面前唱歌 想和偶像一样变得有名 让任何人都无法随意践踏自己 因为感同身受 机号不禁落下眼泪 放学后 机号将一张手绘的地图交给沐河 那是去往他家的路线 机号坚定地告诉沐河 他没有患病 只是想像鱼儿那样获得自由 所以如果下次 父亲再对他不好 便来找自己 机号承诺 如果沐河来了 自己会和他一起离开 他们去首尔 去实现梦想 这一天很快便来临 机号已经准备好 出逃所需的一切 他给女孩穿上雨衣和鞋子 随后牵着他逃到码头 地搭码头后 机号联系了娱乐公司 告知对方 沐河将按时赴约 并约定在首尔的旧车站见面 凌晨时分 第一班船还为机号 机号递了吃的给沐河 并鼓励女孩 他相信 殷切的期盼 总有一天 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 轮船即将起航 沐河承诺机号 将来自己成了歌手 一定不会亏待他 二人正聊着未来 机号看到 沐河的父亲找来了 机号知道 自己或许再也无法陪伴沐河 为了女孩的自由梦想 机号嘱咐他 到了首尔 要成为像偶像那样的歌手 要忘掉这座小岛上的所有人 包括自己 因为只有这样 父亲才无法找到他 说吧 机号走出船舱 年少的他 用尽自己的全部力气 拼命阻拦 沐河父亲 此刻船舱内 沐河打开 机号留给自己的书包 里面除了备好的零花钱和吃的 还有一本笔记本 上面写好了 抵达首尔后的计划 沐河边看边哭 他终于明白 机号为何要帮自己 因为他们是一样的人 一样需要救赎的无助之人 遗憾的是 命运总是残忍 沐河还在哭泣 父亲便已经追至船舱 沐河逃了 可轮船外便是茫茫大海 父亲追到甲板 绝望之际 沐河选择跳入海中 首尔这边 沐河没有出现在约定的地点 来接他的偶像和娱乐公司的人 只好兴兴离去 次在机号从病房醒来 同学告诉他 沐河为躲避附近而落海 目前海景正在搜寻 但海上雾很大 一时很难找到人 望着漫无边际的海洋 机号禁不住 泪如雨柱 他打碎沐河家门口的水族箱 将里面的鱼儿全部放生 如果可以 他希望沐河 希望自己能像这些鱼儿一样 得到自由 幸运的是 沐河并没有遇难 而是被海潮冲到一座无人岛上 岛上的第一天 沐河在沙滩上写下求救的信号 随后来到岛上的森林寻找食物 坐进森林里不乏吃的 沐河也因此在这座无人岛上生存下来 后来 机号来到首尔的旧车站等待沐河 他相信沐河还活着 相信他会来到约定的车站 这一等便是15年 只可惜机号始终没能等来 记忆中的那个女孩 此时无人岛上 沐河已经适应了这片原本荒芜岛屿 甚至搭建了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岛上沐河生活所需的水和食物 以及各样工具几乎一应俱全 15年的时间 沐河也从痴嫩的初中女孩 长成了大姑娘 她熟练地用倒吊的伞接雨水 用贝壳刻字记录日期 阳光大好时在潜入海中挖掘贝垒 直到一日 一架无人机出现在沐河眼前 沐河好奇地看着这个 他从未见过东西 殊不知这将是打开新世界吃门的钥匙 这架无人机的故事 也要从一对兄弟说起 话说某个小镇上有家美容店 店里住着玉学和宝洁两兄弟 兄弟俩个情相反 成天打闹 某天弟弟宝洁要去无人岛上做吃工 哥哥玉学便闹着也要跟着一起去 结果来到小岛上 弟弟忙着捡岛上的垃圾 玉学却坐在沙滩上摆弄无人机 扬言要用现代科技帮弟弟找出垃圾 正是这架无人机飞到了沐河的眼前 好奇之下 沐河一路追着无人机奔跑 随后又拾起掉落的机器各种摆弄 玉学见状极度抓狂 姐姐茫茫跑了过来 让女人别动自己的宝贝 见到眼前的男孩 沐河的眼中满是诧异 这是她时隔多年第一次见到活人 惊诧之余 沐河扒拉着玉学的脸 却认识真人后 立马稀里哗啦的哭了出来 15年了 她终于可以离开这座无人岛 兄弟俩将沐河带上回岁轮船 违规新世界 沐河好奇之余满是欣喜 最寻常不过的寿司 在沐河看来是全世界最美味的食物 已经人手一步的手机 是沐河无论如何都弄不懂的高科技 世界变化很大 沐河还有些不适应 得知女人被困荒倒15年的经历 异地宝洁给沐河买了新鞋子 并亲手帮她穿上 沐河禁不住哭了 脚上的旧球鞋已经变得破破烂烂 她好想念那个送她鞋子 鼓励她出走的男孩 哥哥玉学是娱乐公司的记者 他敏锐地意识到沐河的故事是个大新闻 于是迅速加起摄像机 开始了跟拍 打算抢到独家头条 沐河如今已经31岁 但因常年在无人的孤岛生活 违背社会的染缸所浸染 以至于内心仍然停留在16岁的中学生阶段 为了挖到更多的沐河故事 玉学打算跟进针对沐河的新闻拍摄 并计划送她回老家的小镇 半路上 沐河忽然叫嚷着 让玉学停车 随后跑到路边的一处横幅前 原来横幅上有她偶像的名字 那是某个村子举行庆典的横幅 偶像是受邀嘉宾之一 玉学以为自己挖到了内幕 认定沐河是个为了见偶像 而离家出走的无脑粉丝 轮船抵达沐河的故乡 沐河来到昔日的家 15年过去了 她的家已经被某个岛民霸占成了小店 沐河告知岛民自己的身份 岛民却以为她回来是为了抢回房屋 索性将其赶出殿外 见状欲学运用法律知识 帮沐河折战 对得岛民无话可说 沐河也向岛民解释 自己回来只是为了询问机号的下落 提起机号 岛民一脸的愤慨 岛上的人都说 自从沐河坠海失踪后 机号就成了疯子 他每天翘刻去看海 最后不仅彻底离家出走 还报警举报了多年来 欺负自己的父亲 机号父亲因此被警局开除 这些年一直在寻找儿子 然而整整15年 机号杳无音讯 没人知道他身在何处 始生是死 沐河来到机号的家 那里已经是一座荒芜的废弃房屋 废墟中 沐河找到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阴界的期盼总有一天 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 那是机号曾对沐河说过的话 看后沐河坚信 机号一定还活着 一定和他一样 怀揣着某种期盼 静静等待 玉学问沐河是否埋怨机号 毕竟如果不是机号的怂恿 或许沐河不会落海 沐河摇摇头 他非但不恨机号 反而很感激他 帮自己逃离了地狱 沐河继而告诉玉学 他和机号都不是为了追星而离家 而是为了活下来 玉学注意到沐河绑在书包上破烂不堪的球鞋 那是沐河此生最珍惜的礼物 玉学即将回首尔 沐河却缠着 拜托他也帮自己买张去首尔的票 他已经在无人岛上蹉跎了15年 如今好不容易走出来 他不想继续留在故乡的小岛 他要实现初心 要去首尔见到偶像 然后唱歌 否则15年的光阴便毫无意义 沐河的坚持令玉学动容 最终帮他买下船票 因为不愿沐河露宿街头 玉学干脆偷偷让他住进了自家的顶楼 沐河沉浸在新品葡萄的美味中 玉学却问他接下来的计划 在他看来成年人的世界需要计划 沐河却摆摆手 曾经的他也有过诸多计划 但生活在无人岛的这些年 他发现计划永远面临变化 与其筹划将来 不如握好当下 闲聊中 沐河发现 玉学的性格以及给人的感觉 甚至长相都很像机号 这让玉学很是在意 甚至脑洞大开的怀疑 自己就是机号 怀疑自己曾经试过意 弟弟却翻了白眼 觉得哥哥简直是在讲偶像剧里的情节 玉学却不甘心 沐河在机号家找到了字条 上面是机号母亲常说的话 也是玉学和宝杰兄弟俩母亲的口头禅 明天便是庆典之日 沐河要去见偶像 还要拉着玉学一起 为了这趟期盼多年的见面 沐河一早便准备了许多的绿色气球 那是偶像粉丝团的官方应援物 玉学忍不住提醒沐河 她出卖的偶像如今已经光芒不在 是个连婚礼主持人都没人邀请她唱歌的过起歌星 沐河却仍然一个劲地吹着气球 其实在离开无人岛的第一时间 她便打听了关于偶像的消息 但她不在乎 那是她始终如一的偶像 沐河兴冲冲地将气球分给来看庆典的大妈大爷 还嘱咐他们要在偶像的演唱现场使劲挥舞 玉学倍感无语 这年头谁追星还用气球啊 沐河却一脸天真 将玉学拉下车 让她帮着分完了剩下的气球 沐河的偶像叫灿舟 正如玉学说的 如今的灿舟根本无人问津 主办方希望灿舟表演 灿舟却担心根本没人记得自己的歌 为了不丢面子 灿舟干脆一口气灌下一大壶酒 打算拿喝醉当唱不出来的借口 经纪人急了 想要临时为灿舟寻找代唱的和声歌手 沐河偶然听到经纪人的话 于是自告奋勇要为灿舟和声 上台前经纪人嘱咐灿舟 关掉麦克风 只要配合代唱歌手 对口型假唱就好 灿舟带着醉意走上舞台 很以为台下会是一片冷清 熟浪下面竟满是绿色的气球 坐席中遍布兴奋的呐喊 一时间灿舟仿佛回到全盛十次舞台 聚光灯与贺彩声 过斜着四周 仿佛她仍是昔日的流行音乐女王 灿舟看向身后 头上插着两只绿气球的沐河 正激动地望着她 沐河心潮澎湃 十五年了 她终于见到了梦想中的偶像 旋律响起 沐河冲着灿舟轻轻点头 灿舟稍视犹豫 随后打开麦克风 沐河的和声率先飘来 灿舟昔着忐忑 随后在歌声中愈发投入 二人一前一后配合得堪称完美 一曲唱完 灯光亮起 观众席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欢呼 灿舟忍不住热泪盈眶 沐河也相信 无论将来如何 她都不后悔此刻的决定 灿舟拥抱了沐河 沐河顿时哭得像个少女 因为这一瞬间 让她空虚的十五年有了意义 演唱结束后 灿舟这位过气歌星 重新霸占娱乐榜头条 今日粉丝都在盛传 歌谈见的天后回来了 沐河情绪激动 十五年前 她曾给灿舟寄取唱歌的录像带 现在她迫不及待想知道 偶像对自己唱功的看法 灿舟如实回答 认为沐河是所有参选者中 唱的最好的 同时灿舟满是遗憾 十五年前 沐河未能如约前来 在无奈之下 她让当时取得第二名的女生 顺位代替了沐河 如今大名女生 已经是最受欢迎的女歌手 如果当年沐河没有出意外 王牌歌手的位子 本该是她的 小镇兄弟中 哥哥玉学替沐河感到不甘心 认为沐河之所以沦落至此 都是拜姬浩所赐 如果当年姬浩能成功 阻拦沐河的父亲 无人导的意外 便不会发生 玉学劝沐河缠着灿舟 让灿舟动用全部力量 将她打造成超级巨星 毕竟这本是沐河应得的 沐河既不许玉学批评姬浩 也不愿给偶像添麻烦 比起自己的遭遇 她更在乎偶像的处境 此时灿舟忽然折返 如今的她没车没房 已经无家可归 干脆玉学将灿舟也一并带回家 让她和沐河一起住在了顶楼 结果当晚玉学嘴上没把门 被弟弟发现了藏人的神 弟弟宝洁来到顶楼房间 看到的却是正在紧搁热舞的灿舟与沐河 沐河正不知该如何解释 不想保洁 只是礼貌地打了声招呼 灿舟说自己很佩服沐河 如果是她流落到无人岛 恐怕早就失去活着的希望 沐河坦言 其实她也想过放弃 在无人岛上生活的第六年 她曾在绝望下跳入大海 意外的是 海面漂浮的一只冰桶 吸引了她的注意 好奇之下 沐河游出海面 冰桶里的是一包过气的泡面 沐河将泡面煮来吃 那是她时隔六年 第一次尝到的美味 从那一刻开始 沐河决定等待下一个冰桶 决心好好活下去 后来再也没有冰桶飘来 但沐河却学会了等待 并最终等来了活久的希望 听到希望这个词 灿舟一脸神伤 她向沐河说了个无人知晓的秘密 原来作为歌手的她 声带长了茧 尽管做了手术 但以前的天籁之声 再也无法复原 灿舟本以为 余生将在暗淡中度过 沐河的出现 却宛如生命中的冰桶 现在她也一样 想要等来重生的希望 次日一早 沐河兴冲冲地挑选歌曲 说要用在即将到来的 新人争选上 刚刚醒来的灿舟 却一脸蒙圈 仔细回忆后 她才想起来 原来昨晚与沐河 促膝长谈后 二人喝了酒 灿舟向沐河许诺 冲要将她打造成新一代巨星 甚至灿舟还联系了 昔日的经纪人 让对方赶紧去定 争选新人的场地 她要捧红沐河 想起昨晚的承诺 灿舟一脸懊恼 昔日她的经纪人 如今已经是 娱乐公司的代表 而像她这样 一个过气歌星 在代表面前 根本没有话语权 更何况 灿舟也知道 沐河虽然有着 惊人的唱歌实力 无奈31岁的年龄 已经不适合娱乐圈 尽管如此 灿舟还是尝试着 再次联系代表 即便假装也好 哪怕最后不选沐河 她希望代表 至少帮沐河 完成在舞台唱歌的心愿 由于再三 代表答应下来 灿舟高兴极了 殊不知她的话 被躲在一旁的沐河 听了进去 沐河并不怪灿舟 反而替偶像感到伤心 过去在她喜母中 偶像是个毫无烦恼的女神 可如今女神 却在为她低声下气求人 沐河很是难过 明天的争选 大概率会失败 灿舟却仍然买来蛋糕 替沐河庆祝 感动之余 沐河忍不住 眼泪直流 偶像比她想象的 还要善良 帅气 次日 灿舟带领沐河 来到娱乐公司参加争选 沐河已经准备好 其他先唱 不想代表还没听歌 便将其当面否决 灿舟为沐河据礼力争 代表却始终揪着 沐河的年龄不放 在信奉颜值的娱乐圈内 年龄是无法逾越的 铜墙铁壁 灿舟还在坚持 代表便提出另一个方案 建议让沐河 做灿舟的经纪人 门外听到这块的沐河 仿佛坠入冰冷的深海 然而即便在眼下 比起在意自己 沐河更担心 被代表贬低的灿舟 沐河忽然想到一件事 昨晚灿舟曾说起 自己和代表签过合约 只要他的专辑销量 超过两千万张 代表所属娱乐公司 一半股份便是他的 想到这里沐河打起精神 表示愿意做灿舟的经纪人 代表西满一族 灿舟却不解 沐河为何要放弃大好机会 沐河解释 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要曲线救国 沐河拉着玉学和宝洁 两兄弟回家 三人计算发现 灿舟的专辑 只要再卖八万多张 总销量就能达到两千万 到时候代表就需要按照合约 将公司的一半股权 交给沐河 沐河计划 等沐河当上 娱乐公司的大股东后 自己再去参加 歌手的征选 沐河将计划告诉沐河 沐河于是闯入 公司的投资人会议 说出自己和代表的 合约内容 并扬言 在合约到期之前 自己一定会达到 销量目标 代表气急败坏 沐河却帅气地摘下 代表的眼镜 并狠狠踩碎 他总算明白 这家伙为什么 不给沐河机会 不是因为沐河的年龄 而是害怕被自己 抢走股权 尽管放出狠话 但其实 参周的心里 没什么底气 合约只剩半年 就要到期 他一个过期歌手的专辑 会有谁要买 不想此时 沐河带来一个天大的消息 原来兄弟俩中的弟弟 宝杰 认知于某家 娱乐公司 是该公司的金牌综艺制作人 年纪轻轻的他 便制作出了一档 收视率超高的节目 事实上 因为参周 在庆典舞台上的出色表现 宝杰已经决定 邀请他上节目 只要登上该节目的舞台 参周必将重新获得人气 沐河一脸兴奋 已经开始为参周 找在节目上要唱的歌 擅自准备的吸管 希望用这种方式 尝试解决偶像的声带问题 参周却做出决定 希望沐河像上次一样 代替自己唱歌 歌曲也已经定下 而那首歌的灵感来源是基浩 沐河才知道 原来十几年前 基浩曾来首尔找过参周 那是一个飘雪的夜里 基浩将沐河的照片交给参周 并拜托他 如果沐河来找他 希望参周能拥抱他 聆听他 然后给他一次机会 后来参周将男孩的话 写进歌词里 无奈十五年后的今天 沐河才听到这首歌 夜里沐河弹唱着 这首和记号有关的歌 不觉间已然眼含泪光 歌声吸引了 玉学和宝洁俩兄弟 他们还不知道 缘分已经悄然降临 前几天 沐河成为过气歌星 灿周的经纪人 并在小镇兄弟的帮助下 拿到某档歌唱节目的邀约 节目名为 第N次全盛时期 主要将歌手过去 全盛时期的歌声 和现在的歌声做对比 眼下沐河正配合节目组 积极准备 小镇兄弟中 弟弟宝洁 是该档节目的制作人 负责与沐河接卡工作 和热心肠的哥哥不一样 宝洁不喜言谈 个性高冷 准备工作结束后 宝洁要求沐河 必须买手机考驾照 否则节目组 和他联系起来很不方便 沐河一脸无语 觉得这小子简直太没礼貌 自着宝洁就让沐河注册邮箱 听到这话 哥哥玉学说了弟弟几句 要知道这年头 半个邮箱可费尽了 要实名认证 检测用户名是否重复 密码还有八个字符以上 还要包含大小鞋等 一时在无人岛生活的沐河 肯定会觉得困难 玉学下班回家 就见沐河正在自己家的美容院打杂 原来沐河应聘了这份工作 否则就没钱买手机 玉学给沐河带了海苔饭卷 一起吃腕神 沐河说起机号 15年了 机号始终没有和他联系 沐河难免怀疑 机号或许已经不再人事 玉学却安慰沐河 觉得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 独中学时 玉学不慎伤到脑部 手术后醒来的他 失去了高中以前的所有记忆 玉学相信 机号也许和他一样 男孩一定很想找到沐河 但无奈失去了记忆 沐河虽然觉得不大可能 但玉学的话 还是给了他继续等待的信念 玉学经常独自吃饭 沐河便告诉他 往后不要再一个人 想吃饭了 随时可以找他一起 在无人岛生活的15年 为了找到饭搭子 沐河有时会一人分饰二绝 假装对面有人陪自己 有时甚至会引诱海鸥共产 所以他比谁都了解 独自吃饭的孤独 几天后节目如期开始 沐河与灿舟互相鼓励 今天他们要打一场完美的翻身战 舞台布置得非常绚烂 灿舟惊讶地发现 现场准备了很多 特供的零食和饮料 不仅他的演出服装 是最新的时尚单品 就连造型师都是国内最顶尖的 助手解释称 这些都是代表自套腰包 为他准备的 节目开始前 玉学向弟弟宝洁透露 上次庆典时 据说灿舟因为感冒 导致喉咙状态不好 哥哥的话令宝洁想到了什么 他匆匆赶去舞台 发现灿舟仅仅做了麦克风测试 却没有像过去一样进行彩排 回想起灿舟的表现 以及木盒惊人的歌声 宝洁已经猜到了关键 此时在后台 木盒偷偷藏起一支麦克风 灿舟过去经纪人撞见木盒此举 询问木盒此次 是否还要继续代替灿舟唱歌 木盒犹豫着否认 带唱这种事 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男人还想继续问 还好宝洁及时赶来 节目正式开始 木盒趁人不注意 跑到舞台后方 并与灿舟交换麦克风 灿舟紧张地嘱咐木盒 一定要赢过15年前的自己 唯有如此 他们的梦想才能开始 按照节目规则 左边屏幕播放了15年前 灿舟演唱的歌曲 接下来右边屏幕上 将播出灿舟此刻的现场演唱 为了彼此的梦想 木盒置身舞台后方 拼尽全力代替灿舟演唱 一句结束后 听众们需要做投票选择 如果右边屏幕的得票数超过左侧 便意味着灿舟是台的现场演唱 胜过了15年前 终于投票结果出炉 右边舞台以超高的票数 取得压倒性胜利 灿舟赢了 木盒高兴极了 他目送灿舟乘着升降机走向舞台 随后继续在后方替灿舟歌唱 演唱终了 台下尽是欢呼 节目组开播以来 灿舟创下了最高的票数差距 并成功迎来了第二次全胜时期 尽管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 真正唱歌的另有其人 按照事前对木盒的承诺 灿舟在舞台上代替木盒说出 等待某个朋友的话 那是木盒寻找记号的信念 留下舞台后 灿舟让木盒去洗手间 据说只有在那里才能听到最真实的评价 果然 木盒听到制作团队的人说起灿舟 适才的表现 每个人都在盛赞灿舟 都说他唱得好极了 木盒好好行 此时玉学发了消息 几个小时前 为了收看节目 玉学不惜将新闻拍摄的工作放在一边 木盒最在意的是七号 有没有看到节目 由于半晌后 玉学回复 木盒称 记号一定看到了 木盒来到舞台下方 幻想中 走出舞台唱歌的不是灿舟 而是木盒自己 聚光灯下 木盒深情现场 他想通过歌声找到记号 找到那个鼓励自己追求梦想的男孩 幻想被身后的人打断 是弟弟宝洁 宝洁让木盒转告灿舟 下次直播要按照脚本来 此次寻找朋友的话 是脚本上没有的 木盒试图解释 宝洁却依旧冷漠 在他看来 15年的时间足够改变一个人 或许如今的记号已经成了坏人 木盒却不相信 宝洁不了解记号 但他懂 他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评价自己的朋友 不久灿舟接到电话 因为他的参与 全胜时期这档节目拿下了收视率冠军 灿舟的周边商品卖的金光 娱乐新闻更是将其捧为回归的女王 木盒替灿舟开心 灿舟更是忍不住喜极而泣 遗憾的是灿舟高兴的太早了 当晚灿舟去见代表 他想知道代表此次为什么格外关照自己 代表一脸认真 说是因为对灿舟感到抱歉 灿舟一时意乱情迷 他想要误为代表 曾几何时代表还是他经纪人的时候 二人的关系就不同寻常 不想代表却推开了灿舟 并向他说出残忍的真相 原来代表已经让营业组 将灿舟线上线下的专辑全都回收 因此现在根本没人可以买到他的专辑 灿舟想要在半年内实践 两千万销量的目标 也不可能实现 正因如此 代表才会在节目上做出补偿 同一时间玉学收到花 花是送给沐河的 那幅卡片写着 想与沐河在于约定的地方见面 落款则是机号 玉学将消息告诉沐河 看到卡片后 沐河蹲在地上止不住哭泣 机号总算听见了他的歌声 当晚沐河匆匆赶去车站 另一边正在工作的玉学忽然一阵头疼 脑海中不断浮现某个男人 欺负自己的画面 男人还不断吼叫着机号的名字 杂乱的画面令玉学陷入昏厥 成来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玉学满眼的困惑 画面里的男人是谁 自己又是谁 他感到迷茫 得想起沐河收到的花 以及前些天遇见的古怪男人 玉学顿然一惊 他匆忙驱车寻找沐河 无奈沐河迟迟没接电话 此刻车站外 沐河正坠坠不安地等待机号 然而转身时 沐河看到的不是他想见的男孩 而是一个中年男人 沐河认出来了 男人是机号的父亲 机号父亲逼近沐河 沐河匆匆逃离 此时一个戴着连衣帽的 神秘人牵起沐河的手 和他一起赌拍了机号父亲 沐河询问眼前之人是不是机号 神秘人转身战下帽子 竟是弟弟宝洁 宝洁似乎有些生气 怪沐河不该让偶像 在节目上说出 等待机号的话 沐河却满眼的伤心 对他而言 只要能找到机号 无论任何蛛丝马迹 他都会拼命抓住 说着说着 沐河蹲在地上哭了出来 宝洁将自己的外套 披在沐河身上 还告诉他 机号过得很好 沐河激动地问宝洁 是不是认识机号 宝洁的语气 再度变得冷漠 称自己并不认识 但同时他也安慰沐河 机号父亲 费尽心思追到这里 一定是因为没有找到机号 沐河有些不安 就算这样也无法确定 机号是躲了起来 还是已经去世 宝洁却再次肯定地 告诉沐河 机号是躲起来了 而且躲得很好 沐河不解 宝洁是如何得知的 宝洁却不肯再说 回去的出租车上 沐河又问宝洁 为什么要帮自己 宝洁没有回答 而是选择装睡 哥哥玉学打了电话 并从沐河口中得知 赴约的是机号父亲 机号父亲还在车站等待 宇洁鬼使神差地 跟踪对方到了一栋房子 奇怪的是 宇洁环顾四周时 因应觉得周围一切 仿佛似曾相识 机号父亲打开客厅的灯 此时宇洁脑中 闪过破碎的画面 似乎那栋房子里 发生的故事 他曾亲身经历过 宇洁愈发怀疑 或许自己就是机号 抢到这里 男孩忍不住 躲在车里抹眼泪 沐河打了电话 他已经开始认同宝洁的话 只要机号成功 躲掉了父亲就好 宇洁想知道 沐河是否后悔 跟着机号逃离故乡 沐河却说他不后悔 因为那是他这辈子 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沐河发现 宇洁在哭 便伸手为男孩 失去眼泪 宇洁没有说原因 而是靠在沐河的肩头 沐河轻轻拍着 宇洁的后背安慰他 没关系 糟糕的事情都过去了 深夜 看着一家四口的甜蜜合照 宇洁有些感伤 如果他真是机号 是否意味着 其实他本不属于这个家 宇洁想要报警 告发机号父亲 不到弟弟宝洁反应很大 竟张口表态反对 宇洁担心沐河 宝洁便承诺 和哥哥一起守护沐河 次日 宇洁将自己的号码 添加到沐河的 紧急联系人名单中 兄弟俩的父母 也都抢着 要做沐河的紧急联系人 忽然被一群人关心 沐河觉得好幸福 之后 按照宝洁的要求 沐河开始学驾驶 顺利取得驾照后 沐河正幻想着 往后要带偶像飙车 不想却撞见 娱乐公司的人 回收偶像的专辑 从偶像之前的经纪人 小嫖处 沐河得知 偶像的专辑 被李代表 全数下架的消息 沐河气呼呼的 冲到李代表办公室 讨要说法 却被小嫖劝阻 小嫖手机里 有一段视频 是那日参加节目时 沐河偷偷从后台 拿麦克风的画面 小嫖已经猜到 上次节目中 还是沐河在替偶像唱歌 小嫖以此为威胁 如果沐河与代表对志 他必要公开这段视频 为了守护偶像 沐河只能作罢 其量小嫖 却不打算删除视频 回家路上 宝洁顺路 再上沐河 和哥哥欲学一样 宝洁也要沐河 将自己设为紧急联系人 聊天时 沐河却惊讶地发现 宝洁说的话 竟和多年前的记号 一模一样 沐河正好奇 偶像灿州 却正好出现 灿州撕毁了 结婚情景 还责怪沐河 不该来找自己 不该让局面 演变成如今的境敌 原来 李代表 回收灿州的专辑后 灿州为了翻身 联系了 另一家公司的 黄代表 拜托他重新贩售 自己在其公司 出国的专辑 甚至答应专辑收入 全都归其所有 黄代表深知 灿州如今的处境 却故意刁难 让他到自己 女儿的婚礼上献唱 要知道 曾经灿州最红的时候 是黄代表公司 旗下的歌手 黄代表对他 有着栽培的恩情 可后来 何谓到期 灿州却投向了李代表 这让黄代表 极恨至今 灿州倍感欲满 好歹是曾 红级意识的歌星 如今却要被人 呼来喝去 灿州将怨解 发射到木合身上 木合却仍然 替偶像说话 似乎只有宝洁 看穿了 木合心底的伤 夜里 木合将被灿州 撕坏的情节 重新粘了起来 次日 刚是向兄弟俩的母亲 借了套正式的衣服 他要说服灿州 一起去婚礼上唱歌 路上 宝洁再次 载上木合 他也要参加婚礼 见木合的脚后跟 被高跟鞋磨破 宝洁便递给他 一张组贴 到了婚礼现场 宝洁又主动 帮木合 扛送礼的花环 未来给灿州 撑面子 木合特意将花环 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还在客人登记簿上 将灿州的名字 写得巨大 此刻 灿州还在 练歌房里唱歌 无奈 因为嗓子的问题 他也唱不出 昔日的天类 木合打来电话 希望灿州 一定要来婚礼现场 他还坚定地 告诉灿州 自己从五岁起便是他的头号粉丝 原来灿州和木合出生于同一座小岛 五岁那年 木合第一次听见灿州的歌声 那是他听过最美的歌喉 木合还发现 让灿州给婚礼现场的黄代表 便是昔日灿州的音乐老师 灿州也一起往事 当年为了让他成为歌手 黄代表不惜辞掉教师的工作 甚至因此和妻子吵架分居 只可惜最后的他还是背叛了昔日的恩师和伯乐 木合却鼓励灿州 不论灿州在别人眼里如何落魄 但在他心中 始终是初次见面时的女神 他愿意做修饰女神的化妆品 和保护他的铠甲 终于灿州被木合说服 火里进行神 灿州如约来到现场 随后牵起木合的手 一起走向舞台 二人在灯光下 共同献唱 歌声中 当年黄代表的鼓励在灿州眼前浮现 一曲结束后 灿州给昔日恩师居了一躬 二人就此 兵事前前 木合向灿州道谢 和灿州同台演唱 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看着身边单纯热情的木合 灿州心中的沮丧 似乎一走而空 另外幸运的是 黄代表的为人不同于李代表 为了守住自己在公司股权 李代表和黄代表谈判 试图以自己公司独立董事的位子收买对方 不想却被黄代表言辞拒绝 当晚 木合将进来的正装 还给兄弟俩的母亲 不想母亲竟说了句 吉浩曾多次讲过的话 木合记得 吉浩说过 这句话是自己母亲的口头差 木合忍不住询问 想知道兄弟俩的母亲是否认识吉浩 文言 母亲竟神色有意 同样有心事的还有哥哥玉学 还告诉母合七号还活着 如果顺利的话 很快就能找到他 当晚玉学偷偷潜入七号附近 在首尔租的房子 奇怪的是 七号附近虽然一个人住 可房子里的生活用品 每样都是多人分 就连卧室里的书桌都是两个人的 眼前的物品让玉学的记忆再次混乱 似乎七号附近是想复原过去的某段生活 玉学来了客厅 发现墙上挂着一幅吉浩父亲和家人的全家福 瞬间玉学陷入震惊 照片上吉浩父亲的身边 竟是此刻正在美容店忙碌的母亲 以及年少时的玉学和宝洁俩兄弟 玉学大感不解 难道吉浩父亲是自己和宝洁的亲生父亲 此时宝洁闯入 玉学正在意识到或许弟弟宝洁知道全部的秘密 宝洁说出被哥哥遗忘的往事 小时候吉浩与哥哥玉学受到父亲的磕带 未逃离父亲 吉浩偷偷做兼职存了钱 不到此举被父亲发现 当时哥哥为了保护吉浩而伤到头部 醒来后便失去了记忆 为了忘掉不好的回忆 母亲特意给兄弟俩改了名字 得知过去 玉学想要报警将人渣父亲抓起来 他觉得自己和弟弟都已经长大 已经有能力对付那样的父亲 对此弟弟宝洁坚决反对 并表示如果那样做的话 他们这个家会被毁掉 找回丢失的记忆后 玉学愈发珍惜家人 甚至开始亲手给全家人做早餐 兄弟俩的母亲却有些不安 昨天沐河问他是否认识吉浩 当时母亲撒了谎说不认识 但此刻母亲却将这件事告诉了儿子宝洁 宝洁说出 沐河在车站遇见父亲的事 母亲闻言极度不安 宝洁则宽慰母亲 承诺会和哥哥一起守护沐河 为了守护沐河 玉学交给他一支优盘 里面有15年前 吉浩帮沐河拍摄参选的录像带 玉学告诉沐河 自己已经见过吉浩 说吉浩已然结婚 过得很好 沐河很感激玉学 而心里还有疑惑 觉得兄弟俩母亲说的那句话并非偶然 甚至仍然怀疑 兄弟俩中的一个就是吉浩 寻找吉浩的旅程并未结束 梦想的征程却已然开始 首次节目获胜后 灿州又参加了多次全胜时期的节目挑战 每一次都在幕和歌声的助力下 全胜而归 此后在黄代表的鼎力帮助下 灿州的单曲逆袭了排行榜 专辑大卖 灿州本人更是被重新定义为传奇歌机 现如今 专辑销量只差4万张 就能突破2000万的目标 即将到来的是第四次节目挑战 灿州万万没想到 此次和自己对战的 是当下最热门的女歌手伊莫来 这是李代表的计策 目的是为阻止灿州四连胜 以及实现专辑售卖目标 还不止经纪人小朴提出要求 表示伊莫来要唱现场预录版 也就是提前录制歌曲 直播时在配合音源对嘴唱 比起唱现场 提前录制可以调音修饰 显然更有优势 作为灿州的经纪人 木合表示反对 觉得这对灿州不公平 小朴却再次用手机里 木合偷拿两支麦克风的视频 作威胁 为了灿州的声誉 木合只能忍气吞声 开会结束后 木合气呼呼地提翻垃圾桶 宝洁走来递给她一块手帕 木合却将手帕还给宝洁 责怪她适才没有替自己说话 在木合看来 宝洁对自己的态度一直反复无常 当晚回到住处 兄弟俩的母亲忽然抱来一堆美发的书 试图劝木合放弃歌手的梦想 去做美发师 木合有些意外 之前这家人对自己的梦想都还十分支持 宝洁知道木合的心思 让她不要将自己母亲的话放在心上 木合忽然坚定地告诉宝洁 现在自己可以确定 她并非基号 在木合看来 基号的眼神坚定 纯粹 并且值得信赖 宝洁恰好相反 木合常常弄不懂宝洁的心思 有时候觉得她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有时候又觉得她像个陌生人 宝洁似乎有些生气 问木合为什么不向小嫖争取灿州的权利 木合无法说出代唱的秘密 只能表示自己有着无法说出口的理由 不想宝洁告诉木合自己也一样 有着不得已的理由 晚上木合做了噩梦 醒来后看着桌上的美发书和记号的U盘 木合思绪万千 来到阳台 却见玉学正独自听着灿州的歌 木合也错过去听 还问玉学自己和灿州的歌声相比如何 玉学语气诚恳 怀疑称灿州如今的歌声更有经验感 尽管如此 玉学并不忘鼓励木合 木合很高兴 觉得兄弟俩的个性简直完全相反 至少玉学对自己的态度始终如一 夜色下 木合边听边唱 玉学也情不自禁沉浸在木合的歌声中 木合还不知道 此刻宝洁正看着他唱歌的视频发呆 节目即将开始 灿州一遍遍坐着冥想 试图摆脱对对手的忌惮 几天前他去检查喉咙 尽管手术后恢复得很好 可如今唱高音还是有些费力 看到大街上遍布一末来的广告 灿州难免想起往事 在他即将过去的时候 公司耗费巨资 为他制作的专辑赔了钱 可给当时还是新人的伊莫来出的专辑 却大卖特卖 也是从那时候起 伊莫来开始取代灿州成为公司新的摇钱树 当年新人海选中 虽然是灿州亲手选拔了伊莫来 但伊莫来对灿州却始终有怨气 曾经伊莫来想将灿州的出道曲作为主打歌 却被灿州一口拒绝 当时伊莫来直接说出自己的不满 他知道在灿州眼里 自己一直只是沐河这个第一名的替代品 伊莫来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此次节目比赛 他故意要唱灿州的出道曲 节目即将开始 伊莫来的粉丝聚成一堆 灿州的粉丝却少得可怜 但这次灿州一股作气穿过人群 尽管只有沐河在偷偷替他加油 此时伊莫来到了 见灿州在 伊莫来故意站在他身边 两边粉丝一对比 灿州更显尴尬 伊莫来得意洋洋 灿州却并不服输 反而将沐河叫上前 得知眼前的便是曾打败自己的第一名 伊莫来故作镇定 灿州却提醒称 当初如果不是沐河缺席 今天的流行音乐女王不会是她 伊莫来也不服气 质问沐河是否和灿州的想法一样 面对质问 沐河选择勇敢面对 她知道站上流行音乐女王的位置并不容易 但她也知道此刻的伊莫来满是不安 如果伊莫来有自信 为什么要用预录的姻缘 为什么不敢大大方方的和灿州在现场较量 沐河还表示 如果今天伊莫来现场演唱 并且迎过灿州的话 自己才能认同她 才能心甘情愿地服输 伊莫来已经准备好了 堪称完美的陆志白银元 不巧的是 主制作人意外进医院动手术 此次节目几乎完全由玉学负责 秉着公平的原则 玉学临时改变了规则 要求伊莫来和灿州都要现场演唱 经纪人小票不甘心 试图说出沐河代替灿州唱歌的事 不想玉学早就知道此事 不仅如此 玉学还要求此次灿州不能再让沐河代唱 并承诺如果灿州在节目中获胜 她会让沐河正式以歌手的身份站上舞台 灿州却急了 她好不容易东山再起 不想被沐河抢去机会 沐河便向灿州说个故事 当初在无人岛上时 某天食物被台风卷走 鸡肠录录的她 看到海鸥下了几颗蛋 可她并没有偷走这些蛋 因为那只海鸥是她在无人岛唯一的朋友 沐河借此承诺 自己就算饿死也不会抢走属于灿州的舞台 莫莱也急了 如果比赛失败 她今日站上舞台 就等于是在给沐河的出道铺路 李代表却鼓励沐莱 既然不甘心 那便去正大光明的比一场 就这样 莫莱与沐河同时走入化妆间 接下来的比赛将精彩绝伦 玉学想起宝洁的话 如果沐河成为公众人物 父亲势必会循着沐河找到他们兄弟俩 届时这个家会被父亲毁掉 我的守护家人 玉学给沐河去了电话 沐河打扮碗壁 从走廊经过 玉学正了整 眼前的女人着实迷人 工作人员来找沐河彩排 玉学只能将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下去 聊天时 工作人员告诉沐河 宝洁已经有段时间 没去海滩做环保职工 据说环保社团 是宝洁在大学时期创办的 创设以来宝洁从未缺席过 志工活动 只要沐河忽然想到一件事 当初他从无人岛获救时 宝洁看他的眼神 似乎显得既兴奋 又非同寻常 沐河不禁再次怀疑 或许宝洁就是机号 彩排时 沐河不小心绊了一跤 是宝洁及时将他扶住 沐河有些慌张 宝洁便说着鼓励的话 他希望舞台上的沐河 没有担心 没有烦恼 沐河的怀疑更胜 因为这话 机号也曾对他说过 工作人员扬言 打扮后的沐河 是自己的菜 宝洁却雨带醋意地 让对方离他远点 舞台背景是蓝色的大海 据说是宝洁亲自选的 沐河一起过去 初中时候 他曾告诉机号 自己要实现梦想 要奔向大海的远方 节目正式开始 灿州与莫莱站上舞台 工作人员私下一轮 都觉得莫莱会赢 毕竟胜负是靠粉丝投票表决的 而莫莱的粉丝数量不是灿州能比 沐河说不会背叛的话 还在耳边回响 终于犹豫半赏的灿州 不积勇气向粉丝道歉 说明了最近让人代唱的事实 并放弃参赛 公开介绍莫河 希望听众们根据歌声 而不是歌手来投票 莫河因此得到与莫莱敬唱的机会 歌声响起的同时 粉丝投票也随之开始 一曲中两 主持人宣布结果 林佳将站上舞台 随着绚烂的灯光被拨开 林佳缓缓走来 是沐河 舞台上沐河继续唱着 未完成的歌曲 舞台后方 宝洁盯着屏幕上的沐河 目光深情 完成挑战后 沐河欣喜地借助 飞轮亮片 看着屏幕上 这个没有烦恼的姑娘 宝洁情不自禁 搂出笑容 节目大获成功 同时拿了张手卡 打算向沐河要签名 宝洁健壮 竟也要了张 这场比赛 无论对沐河还是对他 都别具一言 哥哥玉学却有些生气 宝洁曾说过 一旦让沐河曝光在公众视野下 父亲便会循着线索 找到他们兄弟俩 宝洁却态度激烈 无论是15年的忍耐 还是这些日子 对沐河的欺骗 他都受够了 如今他不想再用假名字过人生 更不想阻止沐河追求梦想 宝洁还不知道 他的这番话 刚好被躲在一旁的沐河 听了进去 沐河恍然 兄弟俩中的确有一个就是记号 其实在昨天 父亲已经将兄弟俩的过去 向玉学和盘托出 多年前 母亲为了保护冷儿子 想到给儿子们改名字 但如果丈夫申请户籍藤本 便能知道儿子改后的名字 清醒的是 母亲现在的丈夫过去是位公务员 当年在齐霞区 有户人家忽然消失 正好那家也是一对父母和两个儿子 于是养父便将这户人家的名字借来用 父亲还向玉学透露 玉学的原名叫彩浩 而宝洁的原名叫基浩 其实玉学将无人岛上的墨河带回家 宝洁便偷偷恳求父母 希望能让沐河暂时住在家里 母亲一口答应 因为自从沐河出现后 宝洁终于露出珍贵的笑容 此刻沐河满脸心事 不想走到窗边去看到 兄弟俩的生父竟然就在楼下 和他们预想的一样 在看到沐河的演唱后 父亲便来到这里 打算循着线索找到儿子 此时宝洁打开电话 沐河却匆匆关机 甚至偷偷和兄弟俩的父亲见面 谎称自己从未见过基浩 无论如何 他都不希望宝洁和玉学被发现 然而凭借此前做警察的经验 父亲认为沐河在撒谎 认定基浩就在他身边 沐河匆匆离开 坐上出租 可一时间却急得哭了出来 为了保护兄弟俩 他不能回到美容店那个家 可除了那里 他还能去哪儿 灿州已经给沐河准备好了出道礼物 此时兄弟俩来了 因为联系不上沐河 他们很担心 灿州打开手机 看到沐河发来的消息 沐河称自己打算放弃做歌手 谎称登上舞台后 他已经了无遗憾 但其实此刻 为了躲避兄弟俩的父亲 沐河选择了一班乘客最少 路程最远的火车 最终抵达一处偏僻小镇 小镇荒芜 比无人岛好不了多少 但也正因如此 沐河相信 几好父亲一定无法找到这里 沐河来到一家餐馆吃饭 老板娘认出了他 并向其要签名 沐河却哭了出来 其实在无人岛饿肚子时 他曾偷了海鸥的蛋来吃 沐河很自责 觉得是自己抢走了 属于参住的机会 怎样此时 宝洁找到了餐馆 原来自从登上节目舞台后 沐河变成了公众人物 不管走到哪里 都有人偷拍 当然躲到这座小镇也不例外 宝洁便是沿着社交网络上的帖子 找来的 老板娘问宝洁 是不是沐河的男朋友 沐河边擦眼泪边急于否认 宝洁却坦言 自己与沐河是初中同学 沐河气呼呼地跑了出来 宝洁却主动谈判了身份 他辨识机号 沐河已经猜到 但为了守护机号 如今的他宁愿眼前的是江宝洁制作人 而且他觉得机号也更喜欢当宝洁 宝洁却语气坚定 以前是如此 但在无人岛发现沐河的那天起 他希望自己是机号 终于宝洁收起了伪装的冷漠 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想要更早地找到沐河 然后说声谢谢 谢谢沐河活了下来 说吧 宝洁轻抚沐河的面颊 随后紧紧拥抱这个他日思夜想的女人 沐河一哭着搂住眼前的机号 这一幕被赶来的寓学看在眼里 顿时寓学的眼中全是沮丧 多年前寓学为保护弟弟而头部受伤 住院期间父亲被派到岛上工作 由于岛上没有大医院 父亲便决定将妻子和受伤的长子留下 自己则带小儿子机号去岛上生活 离开的那日 母亲偷偷塞了一笔钱给机号 嘱咐儿子等到春天就逃出来找自己 母亲还说自己会给全家人改名换姓 然后躲到丈夫找不到的地方去 在与沐河一起逃跑的计划失败后 机号按照母亲说的 在邮箱上找到了母亲现如今的地址 并一路摸索最终和亲人团聚 当时哥哥刚刚苏醒并失忆 母亲也给两个儿子找了为性情憨厚的养父 为了给哥哥创造美好的回忆 母亲和机号选择隐瞒那段谁都不愿提起的过去 因为逃离了恶魔父亲 后来的日子里一家四口齐乐融融 因为想让沐河也体验和家欢的快乐 机号仍在等待沐河 这一等便是15年 听到这些 玉学不禁感叹 似乎人生的每一步都有始料未及的意外和惊喜 宝洁相信沐河一定是为了保护他们兄弟俩才躲起来的 抵达小镇后兄弟俩分头找人 玉学却说如果找到沐河 自己会劝他放弃做歌手 劝他为了自己一家躲得更远 找到沐河后 玉学本打算说出心里话 然而面对沐河时 想说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沐河已经为兄弟俩做到这个份上 他实在无法说出更残忍的话 宝洁则告诉沐河 如果想要帮他们 那就变得有名 要成为红极一时的歌星而不是三流歌手 只有做到这个程度 沐河才能拥有保护他人的能力 说吧 宝洁将手卡递去 还有沐河的第一个签名 玉学也不再坚持 而是将车开到了平日和家人一起交流地点 正如宝洁说的 沐河也该体验和家人分享快乐的感觉 玉学还叫来了父母 一家人兴高采烈的准备帐篷和食物 宝洁与沐河在树上挂起小野灯 看着弟弟和沐河默契地说笑 玉学的心里忽然不是滋味 西晚时 玉学特意提醒沐河 往后再没有彩号和记号 有的只是玉学和宝洁 玉学还想知道 宝洁与沐河初中时候的感情是否还在 沐河又一次给予否认 宝洁却坦白 自己对沐河的感情还在 除非疯了 否则不会有人花15年的时间去寻找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人 听着宝洁的话 沐河忽然有些面红耳赤 夜里沐河给宝洁一家弹唱吉他 唱的便是15年前参加海选的歌 渐渐地在宝洁眼里 眼前的沐河似乎与15年前的女孩重叠 那个女孩一直占据着她的心 郊游结束后 沐河坐上宝洁的车 玉学却选择开另一辆车回去 似乎是不想打扰弟弟与沐河的相处 回到家 宝洁抚摸着手卡上沐河的签名 上面还写着 谢谢我的头号粉丝 父母很担心玉学 觉得她可能对沐河产生了男女之情 玉学解释 在以为自己是记号的时候 她的确对沐河动过心 但现在她已经很干脆地 将沐河当作弟弟的朋友 玉学还保证 自己不会为了女人和弟弟争抢 自然宝洁不在家 玉学便送沐河出门 路上还给沐河买了汽车麦当劳 沐河向玉学道谢 玉学一时间挣了这 似乎有些分不清 护送沐河是弟弟的拜托 还是自己心里想要这么做的 沐河去见娱乐公司的黄代表 黄代表带来了好消息 距离灿州的2000万张销量目标已经很近 此外 自从上次节目后 很多公司向沐河这位新星抛出橄榄枝 黄代表也是其中之一 可沐河心里气挂的却是灿州 灿州给沐河留下礼物后便离开 沐河知道因为自己的经验放弃 灿州一定很生气 沐河急于寻找灿州 黄代表却约他见面 作为商人 黄代表看中沐河的潜力 打算和他签约 沐河却依旧固执 对他而言 现在最重要的是灿州专辑售卖的目标 就算他要做歌手出专辑 也会等灿州实现目标后再去做 沐河提醒沐河 迟早有一天 沐河也会像自己一样背叛灿州 毕竟人与人的关系 会随着情况的改变而变化 沐河却不这么看 他觉得改变的从来都不是情况 而是人 因此他绝不会背弃灿州 此刻灿州正在疗养院内 向母亲抱怨 他也知道沐河离开有所苦衷 但他无法接受将这份苦衷置于自己身上 他曾无条件地信任沐河 甚至不惜赌上自己的人生 可沐河却说放弃就放弃 如此局面只能让他觉得心寒 灿州打开手机 看到了全是各家公司对沐河的邀约 每个制作人都试图通过他联系沐河 作为前辈 灿州并不介意栽培沐河 可如今的他已经不知道 这个会轻易放弃梦想 甚至放弃自己的沐河 是否还值得他奋不顾身 娱乐电台也在跟风 放出了15年前沐河与灿州 第一次电台对话的录音 听着多年前沐河稚嫩的声音 玉学一直憋着笑一夜 沐河却借来玉学的手机 也要给灿州打电话 这次终于联系上了 但令沐河意外的是 来见他的居然是个自称是灿州的老人家 老人家的电话响了 是灿州打来的 沐河接了之后才知道 老人是灿州的母亲 母亲患了老年痴呆 总以为自己是女儿灿州 沐河将老人安顿睡下 灿州匆匆赶来 沐河接连道歉 并承诺往后绝对不会再逃跑 灿州却语气冷漠 世上没什么事情是绝对的 如果沐河再次面对苦衷 或许还会落跑 因此灿州不愿再将自己的人生 堵在沐河的身上 说吧灿州给李代表去了电话 他要修改合约 如今的他已经不在乎 专辑销量的目标 而只想结束这一切 他厌倦了替无法成功的人 收拾烂摊子 看着眼前对自己失望的灿州 沐河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另一边 宝洁也正面临着困境 那晚宝洁又一次做了噩梦 梦见恶魔父亲 根据家庭合照找到了自己 为了保护家人 养父将家里的合照 全都收了起来 但宝洁还是心有余悸 恐惧之下 宝洁竟主动来到夕日和父亲生活的小岛 不出所料 岛民立刻将他回来的消息告诉了父亲 但宝洁没想到 父亲竟看穿了他的计划 原来宝洁是故意回到小岛 目的是为了转移父亲的注意力 父亲却让岛民向儿子转达自己的话 不用这么刻意 自己很快便会找到他 宝洁在网上搜索嗜亲罪的案例 并于当晚鼓足勇气来见父亲 父亲快要认不出长大后的儿子 宝洁却主动坦白 自己便是记号 时隔多年再见儿子 父亲原本感慨万千 可却忽然将儿子身上的手机抢了过来 手机正在录音 宝洁本打算录下父亲欺负自己的证据 他掏出藏在身上的录音笔 这里记录下了父亲失财全部的言行 父亲想将录音抢过来 宝洁却将其推倒在地 并扬言自己不是因为懦弱才不还手 而是因为需要证据 父亲提起木合 他已经猜到 那日在车站带木合逃跑的人 便是眼前的儿子 宝洁语气严肃 如果父亲敢靠近木合 自己便不会再念及父子痴情 说吧 宝洁抛开父亲离去 而他今日的勇气全都来自木合 回去后宝洁特意在身上沾了点酒 并向哥哥宇洁撒谎 称自己是因为喝醉跌倒才摔伤的 兄弟俩遇见木合 木合正向两个黑粉要说法 粉丝原本一脸笑意找他拍照 可转身却又碎碎念 说起木合的坏话 见木合被欺负 宝洁立马下车为他撑腰 木合担心地捧着宝洁的脸 宝洁则再度撒谎 同时宇洁也在保护木合 两个粉丝要将合照传到社交账号上 扬言要黑木合 玉学便据理力争 要求粉丝将照片删掉 摆平黑粉后 木合正要替宝洁擦药 玉学却一眼看穿 宝洁所谓醉酒的谎言 宝洁只能说了真话 他是故意去找父亲 为的便是搜集证据 他相信父亲被自己警告后 不敢再胡来 玉学不满弟弟的做法 觉得父亲还会变本加厉 尽管对哥哥信誓旦旦 但在木合面前 宝洁露出了真实的情绪 其实他不知道 父亲还会做出怎样危险的事 更不知道自己被逼到绝境时 是否会做出更可怕的事 木合紧紧拥抱宝洁 语气坚定地表示 宝洁担心的事一定不会发生 宝洁以为这番话只是安慰 但其实那是木合的决心 兄弟俩反抗父亲的同时 木合的音乐梦想也在继续 灿周对木合说了绝情的话 还要放弃专辑销量的目标 要与木合搁奔东西 于是那个晚上 灿周从美容店的三楼搬走 经纪人小嫖来接他 车上灿周向小嫖说了心里话 这段日子以来 他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 莫来之所以能取代他 成为时下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手 是因为足够的忘恩服役 这便是世界的残酷之处 要想成功 就不能将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 正如木合 如果总是将灿周排在自己前面 便会失去对自身梦想的坚持 这便是灿周离开木合的原因 当晚灿周住进了李代表家 李代表也接到木合的电话 木合决心接受他的歌手签约邀请 他要让灿周看到自己的勇气和决心 这样的结果正是灿周想要的 但木合并非背信弃义之人 灿周搬走后 木合时常会思念他 灿周给他擦面霜 他为灿周准备饭菜 这些美好的回忆始终营绕在木合心里 李代表开始准备与木合的合约 计划让木合登上歌曲发表会 但却没为他配作词作曲人 而是让其直接在公司的资料库内选择歌曲 工作人员都知道资料库里的 全是些没人要的插进歌曲 毫不知情的木合 还以为李代表给了自己一个藏宝库 表示要听完里面的歌 在决定发表会上要唱哪首 经过挑选 木合相中一首歌 作词作曲人名叫死水 木合联系死水 希望对方能让他唱这首歌 不想却遭到拒绝 死水还扬言 自己很熟悉 也很讨厌木合 木合很纳闷 来到公司后 经纪人小飘和他搭话 看着那些努力练习 却毫无出头之日的练习声 小飘露出嗤之以鼻的神色 在他看来 如果才能不够出众 早日放弃 也是种勇气 木合不赞同这话 小飘便表示 正因如此 自己才讨厌木合 木合这才发现 原来死水便是眼前的小飘 而小飘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多年前 小飘原本是个快递员 因为热爱音乐 而创作了许多歌曲 某次偶遇灿周后 小飘将自创的歌曲 交给灿周 拜托他试着听听 灿周听了 结果很满意 小飘的歌声和才华 李代表的观点相反 认为小飘年纪大了 各方面都缺少商业价值 灿周便不顾李代表反对 坚持用自己的钱 亲自替小飘制作专辑 在灿周的权力支持下 小飘的专辑出炉 甚至登上舞台 然而到最后 获奖和受人瞩目的歌手 却是莫来 因为这份打击 小飘决定放弃歌手梦想 并在李代表的建议下 成了经纪人 小飘的失败 并没有令木合 对梦想望而却步 相反的 他一遍遍聆听和修改小飘的歌 试图将歌曲打磨到最好 木合将改后的歌 拿给小飘过目 小飘却嚷嚷着 让他看清现实 趁早放弃 木合仍然坚持 如果要放弃 他便不会独自 在无人党度过15年的时光 小飘问木合 如果十年后 没能实现梦想呢 我会后悔吗 木合却笑笑 或许会后悔 但至少他拥有十年的时间 去做自己热爱的事 值了 木合简单却真诚的人生哲学 令小飘动容 最终答应将自己的歌 交给他唱 看着木合改后的曲子 小飘顿然遗憾 如果当年自己没有放弃 现在会不会是不同的结局 宝洁看到了木合的努力 于是瞒着他去找灿州 先是说出自己是机号的身份 再拜托灿州 帮忙给木合修改词曲 灿州没有拒绝 但要求宝洁 不能说是自己修改的 曾经的他 没能令小飘坚持到最后 但现在他必须要让木合 铁着心走到尽头 经过灿州的修改 歌曲已经近乎完美 终于发表会来临 看着舞台上自信歌唱的木合 台上的小飘不禁落下眼泪 现在他终于明白 自己不是讨厌木合 而是害怕面对那个懦弱退缩的自己 发表会结束后 木合和玉学发去视频链接 拜托他帮自己点赞 玉学原本要照做 可想到弟弟与木合的甜蜜相处 最终还是放下了手机 那日玉学想与木合一起吃饭 端着饭菜上到三楼后看到 弟弟买了饺子 与木合一起分享了画面 那一瞬间 玉学有些失落 最近玉学负责一起车祸新闻 瞧的是出车祸的 正是宝洁与木合的初中同学 同学妻子怀疑车祸是人为的 玉学查出 同学车祸前最后去的地点 竟是自己父亲工作的警卫室 玉学怀疑车祸和父亲有关 便想到查看行车记录仪 车祸当日他曾跟踪过父亲 或许记录仪会拍到内容 上次帮忙找人修复了过期删除影像 果然记录仪正好拍到了父亲 画面里父亲正在撬同学车门 玉学急忙赶去报警 但案件需要转入刑事科 无法立即逮捕父亲 此外玉学还发现 养父谎称在学习中心学插花 但实际上那些花都是在店里买来的 危机还不止这些 最近天气干旱 水位下降 两个农民发现 某条河里似乎有辆车 当晚宝洁正在开车活在路上 木合发消息说想吃上次饺子 宝洁便高兴地掉头去买 然而排队时 宝洁隐隐觉得不对劲 果然打开手机监控发现 父亲竟出现在了家里 母亲与木合正处在危险中 木合躲在一旁 悄悄给宝洁发去消息 找借口让对方留在外面 之后扬言要报警 父亲却有恃无恐 一旦报警 兄弟俩借用他人身份的罪行便会曝光 表示只要让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回家 他便不会计较过去的事 情急之下 木合拨通了报警电话 称上次跟踪自己的男人 还在纠缠 父亲毫不忌惮 反而声称要告发妻子一家 此时养父和玉学回到家中 面对危险 养父并未退缩 早在几天前 他便已经自首 原来这些天 养父借口学插花 实则是在警局接受问讯 见到眼前抢走自己妻子和孩子的男人 愤怒的生父立刻发飙 木合试图阻止 却被推开 玉学及时冲了过去 将木合护住 为了保护木合 玉学朝父亲挥去拳头 在木合的批命劝阻下 玉学这才没有住下大错 宝洁赶了回来 此时父亲已经被警车带走 木合想要安慰宝洁 起身时却忽然晕厥 宝洁将女人抱上床 木合很快醒来 他让宝洁将恶魔父亲从记忆中彻底抹去 这样的父亲不值得他们记住 恶魔父亲似乎带来了霉运 不久后 湖底发现了一家四口的尸体 这家人正是保洁一家冒用身份的对象 很快 保洁一家冒名顶替的事 被新闻曝光 一时间周围居民议论纷纷 将兄弟俩说成是不孝子 将母亲说成是偷情的女人 木合冲出去和居民讲理 居民中多数都是美容店的常客 木合觉得既然是熟人 就该体谅保洁一家的苦衷 而不是散播谣言 说风凉话 木合为自己一家出头的举动 全都被保洁看在眼里 玉学肩膀受伤 行动不便 木合便跑来帮他系上石膏背带 可他没发现 男孩看他的眼神藏着喜欢 玉学懂法律 冒用身份很难被判无罪 如今只能证明是父亲对他们不好在先 如此或许能令法官酌情量刑 被父亲行凶伤害的木合同学还在医院昏迷 同学妻子要求警方将行凶的父亲抓捕归案 遗憾的是 此前玉学找到的行车记录仪证据不足 警方只能期待受害者醒来做亲口叙述 木合正在翻看法律方面的书籍 希望能帮上兄弟俩的忙 此时灿州打来电话与他见面 在木合面前灿州说了自己的故事 多年前黄代表和母亲想知道灿州能否成名 于是询问一位算命师 算命师表示 但凡能成名的都是从他这里买了赘事的人 又问灿州愿意花多少钱买 灿州告诉算命师 自己愿意用身上的所有钱 以及未来赚到的每一分钱来买 算命师便预言 灿州一定能大红大紫 当然如今灿州明白 算命师并没有预言能力 之所以那样说 是为了看他的决心 只有拥有决心的人 才能闯过难关不放弃 这也是灿州约见木合的原因 他想知道木合的决心 以及为梦想能付出多少 如果这份决心足够强大 他会亲自负责制作木合的专辑 但前提条件是 木合从此以后 不能再与宝洁一家联系 灿州知道 宝洁一家是木合的软肋 木合曾为守护兄弟俩 而放弃一次 要想实现梦想 木合必须切断这根软肋 面对抉择 木合一时无法回答 他还不知道灿州还找来了宝洁 二人的对话 全都被一旁的宝洁听了进去 灿州给了木合一天时间做选择 并将那枚具有象征意义的赘事 交给宝洁 宝洁同样要做出选择 回想昔日与木合相处的种种 宝洁很快下定决心 他来到超市采购了一堆生活用品 再将东西全都带到一间新租的公寓内 最后将公寓收拾一新 同一时间 木合也做出了选择 从无人岛生还后 他便发誓 往后每一天都要做当下最想做的事 秉着这份信念 木合将衣服收拾进了行囊里 他要离开 15年前 机号送的鞋子还在 木合犹豫片刻最终将鞋放下 想要前行就不能有所留恋 最终木合提着行李不辞而别 下雨了 木合望着脚上的球鞋 那是离开无人岛的第一天 宝洁或者说是机号送的 终于木合还是舍不得 于是折返回到美容店 将鞋子放入行李内 这要离开时 宝洁来了 见到行李 宝洁意识到木合要走 面对宝洁 木合说了绝情的话 总是要做出选择的 这一次他选自己 宝洁沉默着递过一把伞 在开车送木合去了新住的公寓 其实早在将木合救出无人岛生 宝洁便租了这里 打算给木合住 木合被雨淋湿 宝洁便为他披上毛巾 出租房里一切 他都安排妥当 木合很难受 宝洁如此对他 还叫他怎样狠下心来 宝洁就让木合别动摇 别顾及自己一家 而是全力追求梦想 当觉得即便拼尽全力 也无法实现梦想时 便回来找自己 机号一点都没变 木合忍不住勤了眼泪 宝洁嘱咐木合照顾好自己 再将那没坠事交给他 随后便转身离开 看着手里的坠事 木合忍不住失声哭泣 收拾好心情后 木合给灿舟去了电话 他已经决心为梦想全力以赴 次日宝洁向家人说出 木合离开之时 他已经让木合不要接 他们家的电话 别再和他们家扯上关系 只有这样冒用身份的事 才不会成为木合的绊脚石 弟弟的山座主张 令玉学很生气 玉学来到原本属于 木合的三路房间 里面已经空荡荡 只剩一个打火机 那是让木合搬进来的第一个晚上 玉学为他点燃蜡烛用的 算着这枚打火机 玉学忍不住哭了 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是机号 所以才会对木合产生感情 当知道自己不是机号后 他本打算整理这份心情 可感情却再也受不住 因为他早就喜欢上木合 离开宝洁一家后 木合全心追求梦想 灿舟也兑现了承诺 亲自担任木合的专辑制作人 甚至为此放弃了原本 拓手可得到公司股权 后来的日子里 宝洁和玉学先后从公司辞职 一家人都在配合警方调查 偶尔木合会在路上和宝洁擦肩而过 二人的梦里也都有彼此 灿舟发射也让木合成为最棒的歌手 但危机并未结束 新闻爆出灿舟扶持新人木合 是为了公司股份 李代表计划召开记者会 灿舟却打算由自己撰写公关声明 打算坦白试试 并用道歉的方式平息风波 木合文言也想说出真相 准备说出自己做灿舟经纪人的目的 是为了登上舞台 灿舟表示反对 如今他已经成为木合的丑闻 该快刀斩乱麻才对 木合却将坠舍还给灿舟 并坚定地说道自己不会为了灿舟放弃梦想 曾几何时在无人岛上 森林里再无食物时 他只能孤注一掷 跳入大海寻找食物 但也因为这份冒险 他才学会了游泳 才能活下来 因此现在他决心放手一搏 而不是畏畏缩缩 检方要对宝杰一家和生父进行交互结问 这一次全家人都选择面对 在医院昏迷的初中同学也及时苏醒 似乎所有糟糕的事都迎来了转机 灿舟决定召开记者会做出声明 木合也决意与灿舟一起 可左思右想 却不知该如何撰写声明稿 此时玉学发来消息 约木合出来吃东西 木合到了才知道 玉学已经帮自己写好了声明 作为记者 玉学知道同行们会问哪些问题 并且已经针对所有可能的状况 给木合做了预警 次日记者会即将召开 李代表仍然试图劝告 木合马上要出专辑 这种时候没必要对灿舟仗义相助 搞不好会把自己给搭进去 木合却坚持如此 严格来讲 这一次他不是在帮灿舟 而是在帮自己 如果一直遮遮掩掩 媒体迟早会乱讽文章 与其如此 还不如早些勇敢面对 发布会开始后 灿舟姿态卑微地向记者道歉 木合也承认是自己鼓励灿舟拿到股份的 记者们争相质问 想知道木合这么做的原因 木合坦言 自己一直将灿舟视为偶像 只是希望偶像继续做歌手 成为公司传说 而不是风险 尽管二人都做错解释 但记者们还是乱写一通 成灿舟这个老歌手不仅要股份 还有着霸占排行榜的可笑野心 更让灿舟生气的事 原来发布报道的记者是听到李代表说话 才写出自己是公司风险的这种话 在灿舟看来 15年前如果没有自己 李代表根本不可能成立这家公司 李代表也毫不示弱 至少在灿舟过季后 躲过了他 公司才能发展到如今的规模 二人话不投机 灿舟登起决定从李代表家搬走 木合来接灿舟 路上灿舟的母亲打了电话 患老年痴呆的母亲 至今总以为自己是女儿灿舟 灿舟对此感到不解 木合却解释了原因 几天前她曾听灿舟母亲说起过 多年前母亲梦想着成为歌手 到时候给自己取的一名便叫灿舟 灿舟恍然 原来母亲将梦想寄托在了她这个女儿的身上 于是再次面对母亲时 灿舟一时有些哽咽 同样对记者乱邪一通感到生气的 还有玉学和宝杰两兄弟 玉学各种吐槽 宝杰也在疯狂点道赞 因为冒名顶替身份 一家人即将面临检方甄讯 宝杰心中记挂木合 可为了不让自己的事成为木合出道路上的丑闻 宝杰始终压抑着那份思念 玉学再次偷偷将木合带到家中三楼并坦言 甄讯之后 也许他们全家都会被判刑 会失去一切 正说着宝杰来到三楼 说要载木合回家 路上宝杰希望木合别再来找自己 木合却说了实话 和宝杰一样 15年前他对记号的那份感情还在 所以不论判决结果如何 他都不会放弃这份感情 放弃宝杰 检方甄讯的日子到了 宝杰一家忐忑不安 一起接受甄讯的 还有兄弟俩的生父 在检察官面前 生父一边诉苦一边忏悔 称自己才是受害者 养父却为两个儿子说话 说孩子们都是为了保护父母才犯的错 庆幸的是 负责甄讯的检察官是个民事里懂人情的人 他发现生父嘴上说着 想和家人团聚 想要悔改 可心里希望的却是两个儿子被逮捕 希望借此惩罚家人 相反的 养父虽然顶替身份 说了谎 但动机却是为了保护家人 相较之下 谁适合做父亲 简直一目了然 轮到宝杰和玉学 接受甄讯 生父提到一件事 他给两个儿子买了保险 只要自己去世 孩子们便能拿到超过一亿的保险金 生父试图借此证明 自己对两个儿子的爱 检察官正好想问此事 当时给生父办理保险的业务员 便是宝杰的初中同学 生父没有想到的是 昏迷多月的同学 昨天已经苏醒 检方立刻与同学线上沟通 同学做证程 当时生父说过危险的话 自己之所以发生车祸 也是因为生父将虎头锋 放进自己车内导致的 检方继而询问保洁 是否早就知道 养父冒用身份的事 因为此前幕后的鼓励 保洁选择勇敢承认 同时也表示 养父是无可奈何才做出了决定 毕竟15年前 没有相应的法律 能保护他们一家 贞讯至此结束 走出检查厅室 外面下起大雨 保洁正要去买雨伞 不想木合撑伞来了 木合向保洁一家 道了生辛苦 再将手中的雨伞 分给眼前的一家人 生父独自领雨 母亲便将手中的伞 递给这位 早就没了缘分的丈夫 看着眼前离去的妻儿 生父此时才意识到 什么才叫家人 为了给木合筹备专辑 灿州特意准备了 很难接到的摄影棚 但这次 木合将机会让给了灿州 小时候 灿州的母亲 常给女儿唱一首歌 那是母亲最喜欢的歌 灿州记不清歌词 木合便连夜帮忙写了词 她要让偶像在线幕前 完成最后的心愿 摄影棚美妙的灯光和不景下 灿州演唱了母亲的歌曲 也算完成母亲为实现梦想的遗憾 一曲结束后 灿州担心木合 她希望木合永远将梦想放在第一位 木合一起曾对记号诉说的心愿 她想成为像灿州那样的歌手 曾几何时 木合以为灿州作为歌手拥有的是名气 但现在她明白 名气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散 但勇气和热爱永远不会消失 经纪人小飘将灿州的演唱视频 发给各位记者 其中便包括 暴露灿州想要获得股份的那位 新歌挤入排行榜 灿州瞬间洗刷丑闻 登上热搜 记者也纷纷要转笔风 将其夸为公司传奇 而不再是风险 遗憾的是 灿州的母亲不久后过世 收拾遗物时 灿州发现一只锁起来的抽屉 想到此间母亲交给自己的钥匙 当时母亲还叮嘱她 千万不能让李代表发现 灿州打开抽屉 里面是她昔日专辑出口到日本的发票 发票显示 当时在日本的专辑卖了十几万张 加上在国内的 其专辑总销量 早就超过了目标的两千万张 换言之 按照此前的合约 灿州早就能拿到公司一半的股权 另一边 宝洁一家收到检察厅的通知书 是好消息 因证据不足 解放做出不起诉决定 宝洁第一时间将好消息告诉给沐河 河兴冲冲的跑到三楼 宝洁朝她张开双臂 沐河奔向宝洁的怀抱 二人拥抱 然后相吻 夜里 沐河留下和宝洁一家庆祝 苏醒的初中同学也及时到场 大家都约定 往后要常见面 养父去买蛋糕 与学出门去接 然而路上 养父忽然鲜血直流 倒地不起 是生父干的 不甘心的生父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大雨中 养父手中的蛋糕掉在地上 蛋糕上刻着一行字 会一直爱着你们 那是一个父亲最真诚的诉说 养父受伤被送进医院 正在进行手术 能否挺过去 还很难说 生父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留下一书 养父没能和兄弟俩的母亲 登记结婚 只要去世 便会被视为无亲属 如此一来 妻子便永远无法和恶魔丈夫离婚 两儿子也都必须 冠以生父的姓氏 看着父亲留下的可憎遗书 抱肩忍不住 时深哭泣 无论如何 他都不愿再度生活在恶魔父亲的阴影中 眼下唯一的希望是养父 只要养父能苏醒 就能以原本的名字和兄弟俩的母亲结婚 然后再收养俩兄弟做儿子 如此一切便能合理合法 养父还在昏迷中 宝洁和玉璇先后在父亲耳边诉说 对兄弟俩而言 他们只有眼前这一位父亲 母合也告诉病床上的养父 是他让两个男孩懂得父亲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最伤怀的是兄弟俩的母亲 当年为了保护两个儿子 母亲偷偷和这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拍了张假的护纱照 尽管照片是假的 但母亲此刻的眼泪却无比真挚 她和眼前的男人虽无婚姻之神 但彼此感情早就胜过家人 幸运的是在家人的呼唤中 养父终于醒来 他曾是孤儿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便是妻子和两个儿子走进自己的生命 那之后养父和妻子办理了结婚登记 并收养了两兄弟 一家人打算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与之相比 生父去世后最终落了个无亲属的凄惨下场 尘埃落定后 把杰克玉学恢复原职工作 同时也恢复了原本的姓名 父母也准备用本名 讨取新的美发师证 哥哥玉学变懂事 每次回家总要拥抱家人 自从险些失去父亲后 玉学便决定 往后不再隐藏自己的心意 秉着这样的想法 玉学约见木合 木合突发奇想 想将玉学叫做哥哥 玉学却一口拒绝 他可不希望与木合只做兄妹 巧的是宝妻和同事来到同一家餐厅 看到木合与哥哥单独相处的画面 宝洁忍不住起了醋意 并当场离开 吃完饭后 木合递给玉学一笔钱 他以为兄弟俩还是无业状态 玉学解释后 木合又拜托他将这笔钱交给宝洁 就当是房租 此前宝洁帮木合租了房子 缴了房租 听木合说完 玉学才知道此事 事实上 早在木合被救出无人岛的第一时间 宝洁就已经帮他找好了住的地方 玉学忽然意识到 在对待木合上 自己比弟弟似乎总是晚了一步 夜里玉学问弟弟 自己在无人岛找到木合 是纯属偶然还是必然 看着手上木合的签名 宝洁决定说出真实的想法 他每周去约定的首尔寨 选择当海军 去无人岛做环保职工超过十年 所做的一切 全是为了找到木合 那天哥哥之所以能找到木合 是因为跟着自己去做职工 因此一切并非偶然 而是必然 听完弟弟的话 玉学有些感叹 比起宝洁对木合的付出 自己的喜欢似乎相形见处 玉学不愿和弟弟争抢 于是告诉宝洁 不要只是默默付出 偶尔也要学会 在喜欢的人面前表现自己 不久后 兄弟美发店重新营业 木合也在店里帮忙收拾 曾经误解一家人的邻居 全都带着礼物拜访 生活正在日趋美好 夜里木合一边仰望星宫 一边编写词曲 宝洁想起哥哥的话 于是问木合 觉得自己找到他是偶然还是必然 木合微微一笑 他知道自己获救全是必然 宝洁或者说记号 为了寻找他付出的努力 木合全知道 木合的日记本就在旁边 宝洁抢过去查看 二人打打闹闹的画面 正好被玉学看在眼里 玉学有些难过 可却并不打算对木合诉说心意 比起自己 他更在意弟弟的幸福 星空下 木合依偎在宝洁怀里 从今往后 无论是爱情还是梦想 他都会拼命抓住 木合的专辑即将推出 李代表就要他与木来 对调其中的一首歌 灿州很神奇 当即便去找李代表要说法 此外 灿州多年前 在日本发售的专辑发票被缴碎 他想知道原因 李代表解释成 当年缴碎这份文件的其实是灿州母亲 他相信母亲此举是为了让女儿一直做歌手 而不是获得股份成为公司代表 李代表还坚称 自己之所以选择 对调歌曲 是身为公司代表做出的理性判断 木合与木来 有各自适合的曲风 如果将歌曲对调 彼此的专辑水准能更加出彩 李代表甚至与灿州打赌 如果木合无法用对调后的歌曲登上排行榜第一 自己便会放弃股份 卸下代表一职 令灿州意外的是 木合居然非常喜欢对调后的歌曲 莫莱也是如此 灿州决定尊重木合的想法 终于木合发布了首张专辑 其中与木来对调的歌 在经过木合改词 灿州制作后 更是一跃挤入排行榜 兄弟俩的母亲在木合的海报前拍照 小朴主动申请要去给木合做经纪人 木来也将此前取关的灿州重新关注 灿州却有些沮丧 歌曲对调后 木来的新歌夺冠登上排行榜第一 原本这个位置该是木合的 木合却十分乐观 马上他便要参加一场活动 令灿州更加意外的是 木合参加的便是三个月前 二人初次见面的村庄庆典 庆典开始前 灿州和小朴买了好多蓝色气球 曾经木合为他做的事 现在他也要帮木合做的 吹气球时 宝杰和玉学两兄弟也来帮忙 和三个月前的木合一样 竟然在人群中焚发气球 他们要为木合加油到底 灿州还是有些挺木合不甘心 木合却用自己在无人岛上的故事宽慰灿州 流落无人岛后 他曾失去活着的希望 但在吃了冰桶里的拉面后 人生的希望被再度点燃 他一遍遍提醒自己 只要再活个五分钟就好 为了填满这五分钟 木合会专注于从树叶缝隙中投射而来的阳光 会和海欧交朋友 会用心去捡海上飘来的垃圾 渐渐的五分钟 五十分钟悄然逝去 木合也终于等来了 那架无人机 这段经历让木合明白 与其焦虑 却想自己何年何愿才能追上木来 不如做好当下该做的事 唱好该唱的歌 总有一天水到了 渠自然能成 抱着简单真诚的人生哲学 木合站上庆典的舞台 台下是蓝色的气球海洋 其中不乏木合的粉丝 两兄弟和灿州 更是在旁为他加油打气 木合全心投入到演唱中 正如他所期盼的 不之后 这首歌成为年度歌曲 木合也站上了更大的舞台 成为了最耀眼的新星 而为他在幕后切换摄影机角度的 便是宝洁 后来的日子里 木合频繁出现在宝洁一家的合照中 收获恋人和家人的同时 木合正朝着歌妓的梦想继续前行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